他是美国20世纪最锋利的武器 有着颠倒众生的美艳 却也有着柔中带刚的搏斗本领 迷得多国领导人六身无主 自愿被他利用 只为与他共度粮消 什么古巴国父 非洲总统 南美狂人 只要他想诱惑 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拿不下的男人 与此同时 他还知道很多国际大佬的秘密 甚至前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 都可能和他有关系 他到底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女间谍的 他的间谍生涯中 又完成过多少惊险刺激的任务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美国的夺命玫瑰玛丽塔 玛丽塔的童年非常悲惨 虽然父亲是德国的海军司令 但玛丽塔出生后 没多久二战就爆发了 父亲因某次战败 被当作战俘关押 母亲也受到牵连 被关进集中营 这使得玛丽塔变成无依无靠的野孩子 整日吃不饱饭 受尽了同龄人的欺压 好不容易二战结束 父母被释放 全家人搬到美国定居 但玛丽塔却遭到了更大的打击 1946年的某天夜里 玛丽塔和几个伙伴在农田里玩耍 正当她准备回家时 一双不怀好意的双眼盯上了她 一个醉醺醺的美国大兵 逐渐向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孩靠近 她的嘴角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玛丽塔被残暴的伤害了 毫无疑问 这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是天大的打击 玛丽塔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她变得自卑 没有安全感 与此同时她也变得极端 想当一朵带刺玫瑰 再也不要被人欺负 而一个男人的出现就误打误撞的帮她成为了超级女特工 而这个人就是玛丽塔认识的第一个大佬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国父时代的巨人 在北美有一定的影响力 有一回卡斯特罗到美国访问 碰巧在一艘游艇上遇到了成年后的玛丽塔 她顿时就被玛丽塔深深迷住了 而玛丽塔也对卡斯特罗的硬汉形象有好感 两人当晚就约会成功 并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但是玛丽塔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这个帅气大叔不久后 将会成为美国最大的眼中钉 并且中情局还找到自己头上 要求自己把卡斯特罗杀了 作为被美国暗杀了638次的古巴不死鸟 卡斯特罗一直都藐视美国的小动作 但唯独有一次让她心生害怕 就是CIA最美间谍玛丽塔的美人计 在与卡斯特罗确认关系后 玛丽塔随她回到了古巴 两人成双成对的出席各种场合 简直献煞旁人 可是有一天 玛丽塔突然被一群黑衣人打晕 醒来后她已经离开古巴 到了美国中情局里 几个高层告诉她 你好 欢迎来到CIA 后来她俩相恋后 美股两国的关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卡斯特罗为了让古巴改革 触犯了大量美国资本家的利益 彻底与美国撕破脸 并且她还在联合国会议上 怒骂时任美国总统 长达四个半小时 这也使得卡斯特罗上了CIA的暗杀名单 不过在此之前 CIA用过很多方法 效果都不理想 直到他们发现了玛丽塔的存在 才想出用美人剂来暗杀卡斯特罗 当然了 玛丽塔肯定不会乖乖照做 为了让玛丽塔对卡斯特罗产生仇恨 CIA偷偷打掉了她肚子里的孩子 污蔑是卡斯特罗做的 这才让玛丽塔答应加入中情局 接受了为期几个月的训练 数月后 练就一身本领的玛丽塔回到了古巴 回到了熟悉的酒店 见到了熟悉的情人卡斯特罗 可正当她准备下手时 卡斯特罗却看出了端倪 她掏出了一把枪 放在桌上 对玛丽塔说道 我知道你想杀我 自便吧 这句话 让玛丽塔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她哭着向卡斯特罗 阐述了过去几个月的经历 这才得知原来全是CIA搞的鬼 随后两人紧紧相拥 又度过了一个缠绵的夜晚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玛丽塔将会成为古巴国母 她深知 自己作为间谍 是不可能留在卡斯特罗身边的 第二天醒来后 她悄悄地回到美国 自此展开了 她真正的间谍生涯 虽然最美间谍 玛丽塔的第一个任务失败了 但CIA并没有放弃她 他们深知 玛丽塔是一把戾气 因此又安排了一项任务给她 接近马克思 马克思是前委内瑞拉总统 因任职期间残害百姓和贪污腐败 被迫下台 后来她携巨款逃到了美国 在迈阿密买下一栋豪宅定居 而美国就打算向她收20万美元的保护费 可是他们又不方便直接索取 只能用美人计来劝导马克思交钱 而专业对口的玛丽塔就是不二人选 在CIA的包装下 马丽塔成天跟百万富豪出入 出席各种高级晚宴 而这种魅力也把马克思迷得神魂颠倒 鬼迷心窍 她不惜用超能力疯狂追求马丽塔 两人很快就陷入爱河 马丽塔为马克思生下了一个女儿 成功拿到20万美元交差 受到了CIA的嘉奖 此后马丽塔又陆续完成了好几个间谍任务 比方说接近美国富商色诱国际名流 成为尼加拉瓜的红颜知己 她接触的男人一个比一个位高权重 接手的任务一次比一次惊险刺激 甚至连前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案 都一次与她有关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马丽塔在立功无数的背后 也得知了很多高层的秘密 不少人都想让她永远闭嘴 与此同时马丽塔也知道 容貌是会退却的 自己的处境是危险的 因此她在中年时躲了起来 与一个普通男人结婚 生下了一个孩子 过上了朴素而又平静的生活 数十年后 直到卡斯特罗离开人世 才有人想起她 然而马丽塔并没有为过去的 间谍生涯感到骄傲 也没有为曾经的荣华富贵感到眷恋 她说她喜欢现在的生活 如果可以 她宁愿不曾当过间谍 CIA毁了她的一生 2019年8月31日 马丽塔永远闭上了双眼 享年80岁 一旦美人就此落幕 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 马丽塔的一生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看法 这里是大佬大恩戴 每天来这儿了解一个大佬的人生 一段时间后 你就是朋友中最博学的那位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转发 收藏三连哦 我们下期视频